走在三峽老街上 当一阵茶香扑鼻而来的时候 就表示你离百年茶庄不远咯 还没进入店里 常常很多人就会望着一大块门匾说 这间开了一百年耶 关于这一点 店家要先好好说明一下 它这一家店是不是 它这一家店我们是从95年 然后12月的时候开的 那很多人他会看我们的店名是百年茶庄 他会一直说我们是在这边开了百年 那其实不是 我们原本我们老板许先生 他是在做茶叶批发的 那刚好他也觉得说 这条街整建的还蛮漂亮的 所以说他想开一家茶行 那他跟我原本是好朋友 所以说他跟我讲说 我想在三峽开一家茶棉的兴趣 那我想觉得说 这个泡茶也是我的信心之一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那就是说这一家会叫百年 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百年 而不是他已经百年 原来是这样喔 这间老板希望可以开到百年的茶庄 店内主要的商品是来自阿里山中等价位的金萱茶 如果你要问有三峡当地的茶吗 店长会给你满意的答复喔 那我们三峡的我们有卖碧螺村 那碧螺村它本身是绿茶 那绿茶在大陆杭州那边都有在种 那可能就因为三峡这个地方 气候跟它差不了多少 后来种了之后我们感觉的 好像应该不比大陆的差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碧螺村我觉得还不错 那至于碧螺村它是属于绿茶类的 那绿茶类我们想泡的话 温度就是不能超过70度 最好就是要低温泡 那最好也是要用冷泡 冷泡的方式就是说 把这个茶叶 然后就放在那个水罐里面 就直接放在冰箱冰 很简单 那只要冰差不多超过10个钟头之后 然后它茶水喝起来会比热泡的还甜 比较甘甜一点 所以说因为它是没有发酵过的茶叶 所以说它怕热水会去破坏到 它茶叶本身的那些质感 所以说我觉得像夏天来讲 来买碧螺村冷泡的很多 三峡有它的蜜香红茶 它那个蜜香红茶 它是属于种发酵类的 那尤其是三峡这边种的蜜香红茶 它跟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它气候的关系 所以说它喝起来 有点微微的蜜的味道 有点香甜的味道 不管是适合冷泡的壁螺村 还是重度发酵的蜜香红茶 都可以用来